在思考香港發表了一篇報導 本港貨櫃吞吐量連跌22個月 業界看淡前景 發表2019年10月17日 內文說本港 貨櫃吞吐量連跌22個月 香港副貨人委員會執行總幹事 何立基認為即使中美 達成了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但對於明年貨運業的前景不樂觀 何立基指環球經濟疲弱 和中英貿易戰令到貿易萎縮 香港作為內地重要的轉口港 影響有甚 相信內地的廠商會加快將生產 轉移到東南亞國家 可以減輕關稅的影響 何立基表示 可能在年尾都會有貨運公司結業 明年基本上也不太樂觀 但中美最少突然首階段的協議 加上很多時候 這些糾紛磨擦也會在短時間之內 也不會在短時間之內結束 我們也會看到 打打停停打打 相信2020年也會是這樣 他指出中美達成首階段協議 取消了部分關稅 將有了貿易復甦 明年本港貨運量跌幅會收窄 但貿易戰會持久戰 而且中國經濟增長 放緩影響消費 全球也沒有見到經濟的生動能 估計對明年的貨運業不樂觀 不排除未來有貨運的航運公司結業 另外政府提出以3億支援業界 加上國泰航空減低空運貨物處理費 他相信有了減低業界成本 最重要的仍然要儘快 令外商對香港經濟信心 由於國際民航組織要求 2021年6月31日前 將未經民航處檢驗的 托運人所托運的貨物的安檢百分比 由現在百分之一的規定 分階段提升到百分之一百 認為符合國際民航組織的新措施 安檢工序設於市區進行界 公開社會增加交收時間 人手和安檢器材成本 整體的空運費用 或者會增加至少增加一成 這不是好消息 我覺得這位富貨人協會的執行總幹事 看世界貿易也未必是這麼準確 數字上顯示 在過去22個月 就是在反修例之前已經發生 香港的吞吐量連續下跌 下跌22個月 即是說 中國經香港轉運到世界的貨物 正在減少之中 是不是中國的貿易量減少呢 我們上次跟大家看了一篇文章 就指出 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量的確是減少了 但是對世界其他地方的貿易量是上升了 尤其是對歐洲和東南亞國家或者非洲地區 上升幅度都頗大 為什麼這些上升不會去到香港的貨運業入面呢 有幾個原因 第一當然就是中歐鐵路的運行 有了中歐鐵路之後 貨物可以通過鐵路由中國直接運到歐洲 不需要經過香港 不需要經過貨櫃 不需要經過貨櫃 花很多時間 這裏造成一部分 香港貨運業的損失 另外 中國有很多其他貨運港口已經建成 例如上海的陽山港 是全自動化操作 效率比香港高很多 為什麼一定要把貨櫃拉來香港 由香港運出去 本來如果香港是有心繼續協助發展的話 香港是有地理上面的優勢 為什麼呢 在陸地上運送貨櫃 怎麼都比在海上快 所以如果那些廠商 不想省下幾天時間 其實在香港上船 由香港經過馬六甲海岸海峽 去到歐洲 比起在上海陽山港去到歐洲 那些廠商櫃收了幾天時間 所以香港應該是可以利用這幾天的時間的優勢 繼續發展自己的貨運業 很明顯香港做不到這件事 大家要思考這個問題 不要把這個問題賴給中國的經濟 中國經濟沒有減低 只是中國經濟的出口 不再經過香港 這個是香港的問題 不是中國的問題 香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是應該業界多多思考 有人建議美國整個香港的人權民主法案 這個正正就是雪上加霜 香港現在的貨運業已經下跌 影響了很多從業員 而給美國人把刀在香港的頸上 香港有什麼事 他就說可以制裁香港 這個不是好事 絕對不是好事 大家為什麼看不到呢 拜拜